什么这无影波赛东居然不是英雄级武器 那当然了 他不仅不是英雄级武器 他也不是这个挑战强化武器 并且没有任何属性和加成 你可以把它单成原无影来用 身为无影的皮肤板 他自然是有这个右键近战虚拟喷射的 有所有问我 说哥说哥 为什么这个无影波赛东不是英雄级啊 我玩火星灵也很厉害 但是玩无影就不行 你能不能发个无影波赛东的视频啊 他不是英雄级就不是呗 我哪知道他为啥不是啊 不过我倒是去问了一下杜梁 杜梁说喜爱服的手游啊 这个波赛东 AK是英雄级武器 然后你要我发个视频 那自然是更没问题了 那看视频先点个免费的赞呗 谢谢各位 这部号主告诉我们 他花30抽了个无影波赛东 我上来一看 这啥属性都没有 原武器啊 那就是个枪皮呗 其实30块钱也还好啊 毕竟咱们这个喜爱服务玩家 都是土豪来的 这30块钱算个啥 只要他不卖我几百几千 我就是赚了呀 而且这个喜爱符号 他都可以当传家宝呢 等你的儿子找到乐真爱 战号就传给你的下一代 后往丈母娘面前这么一晒 这女方不要踩你 也不奇怪 也不意外 是吧 不过喜爱服的策划 你是真的该解决这个 战号仓库容量问题了 你天天出各种各样的武器 各种各样的枪皮 每次要买药领 都得删半天的东西 真的是好烦啊 就像我这个号主 他简直就是个收藏家 除了近两年出的一些新武器 有部分他没有 其他的基本上都有 你要么就出枪皮嘛 你别把这个枪皮做成单独的武器了 这个仓库哪赤销啊 说回来这个无影波赛东 各位觉得他的颜值怎么样的 我个人觉得他塑料感满满的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是在游戏里 他倒是挺受欢迎的 这不我今天在打素材的时候 老有人来找我换枪 你不给他们换吧 他就追着我卡着 我不让动 过了一会儿还不给他们换 你就闪我炸我 搞我卡我 导致我一直被杀 我应该是把这些素材留着发出来的 手快给删掉了 然后这个无影我也说不太明白 我也用不太好 就瞎玩呗 总归是把AK 你打头就行了呗 别让我教了 这个剪辑的 教的你也学不会啊 哪天我给你们发那些无剪辑的时候 我再慢慢的给你们教啊 最近我也是歪在家打游戏 所以说视频会有点多 但我做的比较慢 倒不是这个业务生素了 主要是个年纪大了 这个脑子动的比较慢 我一个一个来吧 然后你非要让我教你玩游戏的话 那我只能建议你多去看看 高手们的视频和直播 就比如说我以前练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就是天天看那个叫禽兽剧的视频和直播 然后看着看着就厉害了 但其实很多的喜爱富玩家 游戏水平不行 是因为他们很多时候说话都挺矛盾的 就比如说大家经常能看到 很多的喜爱富玩家一会说 练技术 练个屁 我菜怎么拉 我打喜爱富就是为了娱乐 我要那么好的技术干嘛 我又不去干直播 然后有的时候又会问 这个游戏技术到底要怎么练啊 这个枪法要怎么练啊 我说实话 你玩喜爱富不是特别在乎输赢 这个我信 但是你要说你一直被杀 一直被杀 你还是能很开心的玩 那你就是在上坟烧报纸 你属于是糊弄鬼了 很多人他就是嘴硬 练这个游戏其实又不难 因为这个游戏的枪真的很简单嘛 那喜爱富要想练到我目前这种程度的话 真的是挺简单的 因为我现在我都这个水平了 我随便进个房间 我都可以随便打打 你说我现在是不是还是可以碾牙很多人 那怎么练呢 其实就是一个肌肉记忆一个游戏理解和一个游戏概念问题 比如说之前我发了个视频 我告诉大家这个喜爱富是可以跑打的 大家不要因为游戏可以跑打就觉得很丢人啊 但是真的就有很多人他非要去争论啊 他还跟我说你看你自己打 AK的时候不就经常停下来吗 你这么说你这么想 所以说你打AK就总是站在那里不动 而我是可以跑的就给你秒了 难道你们平常打游戏在中远距离没有被人拿步枪什么的给跑的扫死过吗 他准心变大是变大 但是不代表你是打不准的 我就是在09年还是1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学AK 我就是看这个职业选手的跑打教学视频学的 那是真的有用啊 至于肌肉记忆嘛 那就只能多打多练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吧 最后大家平常如果有写爱服的买卖号需求的都可以加我视频中这个微信cf80699或者cf80688 有不想玩写爱服想要卖号回血的可以加来评估一下你游戏账号价值 觉得价格合适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里出想要买号来玩也可以加这里卖号一小时内到账买号找回包陪呀安全有保障 有需要可以加微咨询 好了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了 大家拜拜